一条狗的使命 该片根据布鲁斯同名小说改编 讲述了一条狗贝利经历多次重生 在一次次生命的轮回中寻找不同的使命 最后又回到了最初主人身边的故事 这部以狗狗为主题的暖心治愈系电影 一条狗的使命 上映首周票房过亿 打破同类影片首周票房记录 影片展示人与狗狗之间美好的情感 但有些许奇幻色彩 不失趣味又暖心治愈 一条狗的使命早已超越了爱狗人士喜爱这一范畴 也超越了一般的粉丝片 以狗狗为银木蒙宠的电影 最早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 大约30年前流行的日本电影 中犬八宫物语 狗狗留给人的印象是忠诚 中犬八宫物语中的狗狗 小八用一生的时间等着再也回不来的人 有人劝他别等了他也不听 这就是狗与人类之间的爱 好莱坞制作的一条狗的使命 以四世狗生的新奇设定 诠释了人和宠物之间的情感与陪伴 让爱狗人士对于生离死别 这件令人伤心的事情 有了全新的理解和感悟 感谢您的观看 期待您的评论 我们下期见